大家好,我是海君 今天用家庭的手法做一款好吃的小油条 蓬松柔软,做法超简单 盆中打入一颗鸡蛋 加入6.5克的盐 放入280克的凉水 搅拌均匀,让盐融化 搅匀后加入普通面粉一斤 小苏打2克 油条蓬松剂6-7克 再次混合均匀 搅成这种单面絮的状态 加入15克的食用油 下手揣叠成团 这个面尽量不要揉 揉会起筋 做出的油条就不够柔软了 沿着边缘向中间叠加 一边叠加一边揣 叠加着盆底跟面盆周围 没有小面絮的状态 重复这样的说法 从边缘向中间对叠 然后压下去 叠加到这个面又筋性了 再按也揣不出去了 盖上保鲜袋 饧面10分钟 10多分钟以后 再来进行第二次揉面 压下去 折叠回来 第二个面重复叠加 同样的手法和动作 揣不出去了 再次饧面 饧面10分钟 再次饧制好的面团 直接移到案板上 然后把它压开 这次就不用再折叠了 如果家里的锅小 我们就从中间一分为二 把它切成两部分 如果锅大直接卷起来即可 再压得平一些 然后从一头卷起来 放在保鲜袋中醒面 放在冰箱冷藏 6个小时即可 面板上多撒一些面粉防粘 取出形状好的面团 面团表面也撒一些干粉 整理一下 从两边轻轻拉伸长 压扁 按扁以后 用擀面杖再次擀开擀薄 擀成长条形的厚片 然后切成2.5厘米的宽条 切这宽条的时候 先下刀尖再下刀根 然后用一个筷子沾一点凉水 结成一条打上一个水线 提起没打水线的面条 盖在打水面团的上边 两条对叠在一起 然后再用一个筷子 在中间打水线的部位压下去 这样炸制的过程中 就不容易分开了 锅中烧油开始下锅炸 烧油的过程中 我们把另一份面团再一次做好 锅中烧油 油温达到七八成热 放下筷子 立马有多个气泡产生 这样就可以了 拿过油条身披 轻轻持拉长 放入锅中 油条飘起的时候 我们用筷子反复波动 这样油条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蓬松 油条随着油温的升高 越蓬越大 这样其实已经熟透了 只需要把油条表面的颜色上好 喜欢吃火大的可以再多炸一口 喜欢吃火轻的就可以出锅了 漂不漂亮 控油出锅 刚炸出来的油条 这个表面是酥酥脆脆的 听一下声音 里面特别的柔软 而且是空心的状态 吃起来不油不腻 自己在家做健康又卫生 喜欢的家人们可以试试这个配方哟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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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